大家好,我是国际智慧学会来讲的是我叫做琥珀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天亮星 希望透过我们录制的这个短短的影片 每一篇时间都不长 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方向 然后正确的观念 用轻松没有负担的方式 掌握每颗星药 今天我们要掌握的是天亮这颗星号 理解一颗星药的关键 其实在掌握这颗星药的阴阳五行 画气为什么,特别是画气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天亮星的营阳五行为阳土 干硬坚实的土 接着我们要谈至关重要的画气 一颗星药的画气代表这颗星药的中心价值 天亮星画气为硬 这个硬是照顾照应,辟硬的这个硬 上天的帮助跟给予 还有它有老人的特质 天亮星的硬性特质可以分为两个面向去做讨论 首先天亮星热心做人 这人生我们大家都一定要交了一个好朋友 天亮星对他人的关怀甚至会让借钱给别人的他 不敢向别人讨债 所以在亲兄弟名算账,营获两气的生意场上 一般来说天亮星并不会是一个很好的玩家 应收账款一直不好意思收的状态之下 其实生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另外天亮星作为上天的帮助给予必应 确实也受到老天爷的照顾以及关怀 神性聪明浴室容易逢凶化吉 祈祷也会特别的灵验 在这个角度上也不能理解天亮星也是具有宗教缘分的新药 聪明的大家如果一直忠实的观看我们的影片 其实就会发现前面描述的天亮星的特质 其实非常符合福星的特质 对外在的灾祸影响有一定的应对方针 实际上天亮星是三颗福星里面真正意义上面能够去制煞的一颗新药 它可以真正意义上的让大事化小事化更小 小事化无其实不太可能 逢凶化吉 什么叫逢凶化吉呢 事情始终会发生 但是会以相对舒服的方式过关 毕竟逢凶化吉的特质 都告诉你要先逢凶 天亮星也是一个老人的新药 善良的老人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 他重视养生还有传统宝剑 但难免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过于琐碎 然后过于爱碎念 这个老人星也可以是一种特质 天亮星做命的年轻人 也难免让人家觉得有一种老气 恒秋少年老成的样子 那天亮星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天亮星是一颗受上天眷顾的新药 聪明善良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 也重视经验的累积 这样的特质要是太超过了 是否是也有机会成为呢 会说出我走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 吃过的严密 吃过的米还要多 这样子的人说话的方式 过于信任自己的经验呢 也容易延伸出赌博或者是成因的特质 你会觉得很意外吗 其实赌博可怕的地方 就在于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在赌 而是坚信了自己的经验 以及行为准则 而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在外在环境有变动 而且自己不自觉的时候呢 在别人看起来就像是在赌 另外呢 老人还有什么样的特质 老人其实很难去改变他的习惯 或者是说他心理上面的寄托 这是老人的一种特征 而这样子的积息啊 跟寄托啊 也可以是成因的体现 包含但不限于细度 接着我们要看这样的特质 放进十二宫会有什么样子的诠释 也可以呢 拿出自己的名盘 核对以下呢 自己天良心坐落的位置 是个符合呢 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描述哦 命宫呢 基本上呢 他组长一个人的个性 行为作风 还有整体的特质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坐落 你的命宫呢 基本上你是一个热心照顾人 大家一定要结交的好朋友 兄弟宫呢 兄弟宫他谈论的是 父母的感情与妈妈的关系 同性别手足的关系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呢 进入你的兄弟宫 妈妈呢 或者是同性别手足的 很会招呼人 但难免呢 有些碎念 夫妻宫呢 是你感情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呢 进入你的夫妻宫 你会喜欢呢 比较成熟的伴侣 子女宫呢 子女宫呢 我们谈的是 教养孩子的态度 态度价值观 性生活 以及财富的状态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 进入你的子女宫呢 基本上呢 你愿意照顾小孩 然后如果要去求子啊 拜拜啊 求小孩啊 容易得到 你想要的 那性生活步调呢 会比较缓慢一点 财富宫呢 财富宫呢 基本上我们谈的是 理财的态度 价值观 以及状态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 进入你的财富宫呢 基本上呢 由老天爷送来的钱 比如说需要的时候 临时需要的手够一笔钱 就是刚好出现 有人给予你帮忙 宗教呢 医疗啊 照顾产业啊 也会是你赚钱 还不错的一个领域 饥饿宫呢 饥饿宫呢 我们谈论身体使用的方式 体质 还有身体状态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 进入你的饥饿宫呢 体力呢 一般般 比较没有活力 那你要去注意的呢 是消化系统的保养 跟保健 轻衣宫呢 轻衣宫呢 我们谈论了之后 外人怎么看我 我内心的状态 还有除外的状态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 进入你的轻衣宫呢 基本上呢 你在外呢 愿意照顾别人 容易得到别人的照顾 蒲衣宫呢 蒲衣宫呢 我们谈的是人际往来 太多价值观 与朋友相处的状态 还有异性别的手足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 进入你的蒲衣宫呢 基本上你会喜欢结交有专业 有经验 成熟 愿意照顾人的朋友 自己呢 也愿意呢 去付出照顾朋友 关禄宫呢 我们谈的是 对于生活重心的态度 价值观 以及当前的状态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 进入了你的关禄宫 会建议呢 你在专业技术上面 奔营 经验的累积 对于你是很重要的 偏载宫呢 我们谈的是 家事背景 家人之间相处的 态度价值观 以及状态 居住的环境呢 还有财户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 进入了你的田财宫 基本上呢 家人彼此之间 是愿意彼此照顾的 但关系呢 未必紧密 住宅周边呢 容易有宗教啊 医疗啊 教育措施 福德宫呢 福德宫我们谈的是 精神灵魂的价值观状态 来财方式 以及来财方式的状态 当话气为硬的天良心 进入了你的福德宫 基本上你是你的重视精神 适合呢 在宗教啊 照顾啊 医疗产业啊 去求财的人 那父母宫呢 父母宫呢 与我们谈的是 与父亲啊 长辈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你眼中的爸爸呢 很会照顾人 但时不时的 其实很会念 来 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 一个段落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